今天我们的团队开会的时候 有纠结了半天 要不要讨论科索沃这一题呢 因为科索沃确实是离我们很远 而且大家也不太关注 但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先把地图调出来 我们现在有个大致上的一个地理概念 会比较容易进入这一题 科索沃在欧洲大家没看到 我先定位一下乌克兰在这里 乌克兰来定位 大家知道了吗 这边是俄罗斯 这边是波兰 那科索沃就在这里 塞尔维亚在这边 科索沃本来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份 那199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 也算是有美国的影子 发动了一个有没有 这个科索沃战争 然后最后呢他先宣告独立 不过他的独立呢 获得了美国还有西方国家的承认 但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站在塞尔维亚的这一方是不承认的 所以从地图上来看 大家知道乌克兰在这里 那我们先想一个问题 乌克兰仗还没打完呢 搞得欧洲七荤八素 有没有损失巨大 也搞得美国一个头两个大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如果此时科索沃这边再爆发一个战争 你觉得呢 双线进行欧洲会不会封掉 拜登会不会封掉 所以从这个地图的角度来看 你大概理解到了 这就是我待会要告诉你的 你看科索沃在挑逝 为什么美欧会翻脸 科索沃的独立是美欧支持出来的 他承认他独立 对不对 但是我支持出来的小弟 现在给我闹事翻脸 所以很有趣 我们回到那张CG来 就告诉大家怎样 很有趣吗 很不寻常 你看到所有的大陆网媒 懂的人就懂 都拿这个事情在讲 你美国布林肯 竟然跟我们中国大陆 同一个鼻孔出气 也同声谴责科索沃 是不是 你今天不是很挺科索沃吗 现在你怎么站在 我中国的这一方 是不是布林肯怎么说呢 5月26号就说 美国强烈谴责科索沃当局 不顾美国跟科索沃的欧洲伙伴建议 这些行动导致局势紧张升级 不必要的急速升级 克林顿 不这个布林肯老大出来骂科索沃 科索沃再讲一遍 就是美国支持的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5月26号同一天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也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科索沃 联合声明不够 布林肯还单独发一篇声明 单独出来谴责 小弟不听话 你知道老大有多生气吗 那你看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在5月30号也发表谈话 中国高度关注 中国当然是跟俄罗斯一样 支持塞尔维亚 维护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反对有没有 同时也采取这个谴责 所以你知道大陆乍翻了 天哪 你布林肯怎么搞的 你现在跟我中国同声谴责科索沃 当初不是你支持出来的吗 近平 的确 现在科索沃出现了这个状况 让美国死掉危机 因为科索沃本身那边 为什么最近 结束网球公开赛的 塞尔维亚的这个球王 乔科维奇 他有一段发言 会引起这个欧美的这个 球迷炸锅会不爽 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塞尔维亚裔的这个公民 那科索沃他说 他是塞尔维亚的心脏 他就是曾经是塞尔维亚一个神 2008年以后独立之后 那到今天为止 塞尔维亚在内好几个国家 根本不承认他是一个新国家 那里面呢 他有塞尔维亚裔的 又有这个阿尔巴尼亚裔的 这一次的噪音于 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下旬 他们有一个地方型的选举 有四个主要是这个塞尔维亚裔 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地方的 这个城市 那结果呢 投票率很低 只有3.5% 你看超低的投票率 结果呢 这四个塞尔维亚裔的 这个人口比较多的城市 竟然是阿尔巴尼亚裔的 候选人当选 然后最后呢 还都全部由阿尔巴尼亚裔的人 去治理这四个地方 那所以那塞尔维亚裔的 这个人口就不爽了 那老百姓就起来反抗 暴动 然后就起来抗议 抗议了之后呢 那这个维和部队 也紧急跳派700名人力进驻 然后进驻了之后 就跟这些人发生冲突 分别造成52个平民受伤 然后也20几个 25个那个维和部队的士兵也受伤 那这的确跟美国一直以来说 因为科索沃在上个世纪末 曾经发生过战争 对 那不要忘记了 当时这个中国还在那边 他的大使馆还被误诈 就是在当时这个美国的时候 故意用去用这样一个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科索沃说实话 他是从这个塞尔维亚 这个独立出来 独立的过程当中 当然这个有美国 有西方国家的支持 也获得了承认嘛 那这一点可能从 我们台湾会觉得 好像有点 这个你知道 就是有点心有气息烟 打中了什么的概念 但是你看看 美国跟西方国家 是说翻脸就翻脸 我问你一下 没有俄乌战争 或其他话 美国会翻脸吗 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翻脸 要跟中国大陆 站在同一个立场 中国大陆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他就支持塞尔维亚 对 但美国不是 对不对 美国是想把武器 其实拉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美国现在 突然跟科索沃会翻脸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巴尔干半岛 它的这个 给乌克兰的 东欧的后花园这边 闹搞事 这不是美国乐见 美国没有叫他搞事 他自己搞事 他自己搞出来 等于塞尔维亚下面的这个 对于塞尔维亚来说 他很感冒 然后这个对科索沃而言 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 他有点想要趁乱 趁火打劫 趁乱 我就是要你们逼 你们不承认我 我就是要逼着你们 政治我这个问题 那偏偏美国跟北约 不想你处理 不想处理你这个问题 你现在不要闹了 我们现在的重心在乌克兰 在俄罗斯这边 那塞尔维亚不能变成一个隐患 就是等于在 因为他的位置 地理位置 有点在靠近意大利那边 巴尔干半岛 南欧 再上去就是东欧 罗马尼亚 这个匈牙利 这个还有捷克 还有这个乌克兰这边 距离位置不是很远 所以对美国和北约来说 不希望这边又成为 另外一个火药库 对还得了 你再成立一个火药库 美国受不了 真的是没完没了 那你没有办法 倍多就利分 然后再加上中国 本来在这边就支持塞尔维亚 所以我们看看美国跟西方国家多快 在五月二十六号开始 科索卫政府派出大批警力 强行获送新市场上任的同一天 五月二十六号 西方国家就联合发表了谴责声明 还不够 布林肯再自己发表单独声明 再谴责 那个力道之强硬 可能科索卫都会吓一跳 当初你不是支持我吗 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 台湾的同学 大家看到的这个教训没有 好来我感谢一下大家的斗内 稍后我们进到第三题 来谢谢大家的斗内 来 谢谢所有网友 我们现在斗内的管道很多 中间APP也可以斗内 我新城 谢谢 谢谢 感恩 谢谢 好来我们第三题来看一下 技术很重要 我们看到大陆在核心的文件当中 讲到安全等等 一定会讲到科技 讲到技术 太重要了 科定 科技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 这个中国专利已经公告了 战机垂直起降是一个很高难度 垂直起降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请这个委员稍后来谈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垂直起降战机曝光 大陆的专利公告 我要稍后把那个专利的公告图 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才会懂到底什么意思 垂直起降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看到具备垂直起降技术的国家 少数 美国英国俄罗斯 目前从这个公布的专利来看 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第四个 具备垂直起降技术的国家 那这是哪个公司公布的呢 是中国航天集团下面的成都 飞机设计研究所 他是谁 他就是歼20的制造商 那这个简称成飞 这个垂直起降技术 可以大幅的提升战机起降的顿位 他还把图弄出来 今天很多军武迷都仔细看 有没有 他到底什么发动机在哪里 什么喷口 十辆喷口 哇他有三个 他有两个 看得很细 来我们这个公告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好你看到这是大陆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 有没有 中国专利公布公告 所以你去申请专利的时候 他要公告周知 有这个 有国家公布的才叫做准 否则叫骗人的 这一种双发串联 垂直起降飞机 有没有 公告的这个序号 日期5月23号 申请的号码日期 是去年的12月29号 审核到现在 审核了五个多月 那专利全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家陈飞公司 有没有 全部写出来 所以一看到不得了 专利这个代理机 有没有 中国航空的这个专利中心 所以公布在这里 国家公布了 所以就是有谱啦 之前讨论很多 对不对 正式公告在这里 搞定了 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我原意怎么看待 这个搞定之后 然后呢 对于大陆的这个军地 各方面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真的是非常希望 早点看到中国 可以垂直起降的 这种短场起飞的战斗机 因为现在很多的 新型的这个飞机 就希望说能够不要 在太大的跑道上 因为它战争中跑到 跑道很容易损坏 我先打算一下 大家看到我们中间 那个画面 就是垂直起降 过去起降有没有 你要这样飞飞得很远 跑道很长 现在直接就这样子 可以垂直起降 那是一个很高级的技术 但现在中国拥有这个技术 可喜可贺 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 中国的战斗机 应该也可以垂直起降 那垂直起降 用的叫做矢量发动机 矢是见矢的矢 有人叫向量发动机 看你怎么翻译 叫thrust vector 然后这种发动机 跟一般的发动机 有什么不同呢 一般的发动机 因为比如说 发动机往后喷 它的推力只有一个方向 但是这种矢量发动机 因为它的喷嘴 是一个特殊设计的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方向喷射 所以变成它的推力 是不同方向可以改变的 所以有时候飞机 有这种矢量发动机 不一定垂直起降 有些不是垂直起降 有这种矢量发动机的时候 它可以像夜飘落形的 这样滑行下来 真的啊 像电影像卡通一样 比那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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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这种垂直的发动机 有些人甚至于可以把这个 因为发动机很重 可以做方向的调整 等等 不管它 就是说 这一次的中国公布的专利 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是其他国家以前没想过的方法 它的技术文件里面有这样的呈现 就是它不是把国外的这种 什么矢量发动机啊 这种垂直起降的技术啊 拿来抄一抄 然后在中国申请专利 不是这样子的 它里面固然原始的构想 是来自于这些什么俄罗斯啊 英国啊 其实最早有这个 这个起降的战斗机是俄罗斯 再是英国再是美国 那把这个构想拿来中国用来开发 好像就有点像说 我不会做航空母舰 我去把那个 乌克兰瓦格梁号拉来 变成我们的辽宁舰这样 不是这样子 它是有新型的设计在里面 所以当它这个技术文件 它不止那一张 后面有很厚的技术文件 一公布的时候 很多的国际上的专家都傻眼了 说啊 你这个设计的CP值更高啊 所以我们大家就期待 看它什么时候 会展示给我们看 是用现有的这个战斗机啊 可不可以改型像F-35 有三型吧 F-35A 它就是一般的那种 跑道上这个起飞的 那如果F-35B 就是垂直升降的 F-35C呢 就是在航空母舰上 可以比较短距离起降的 有三种形式 会不会我们看到 歼20以后ABC出现了 也有可能 对 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